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张配图是王心灵在大理战录制时的现场照 画面上的他面朝尔海 只给大家留下一个娇小的背影 但是没关系 在浪姐团宗星醒的约定的官博上 同步晒出了王心灵在尔海边拍摄的这一组美照 照片中转过身来的王心灵容颜娇俏 加上一身青春美少女的打扮 简直跟一个中学生美多大的差别 如果你对王心灵这个名字压根不熟悉 的确很难相信 眼前这个小姐家已经进入了40岁 是的 王心灵这个月已经满40岁了 在社交平台上他还晒出了在云南丽江跟姐妹们老朋友 共同庆祝自己40岁生日的场景 提到丽江 王心灵其实几年前就有来过 而在此次丽江庆生的一则文案中 实际上他也透露了当时的一个情况 因为工作认识了启盛大厨 没有想到因为工作来到了他的家乡云南 谢谢启盛在丽江精心安排了一场这么厉害的峻孤宴 那么王心灵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有机会认识远在云南丽江的这位大厨呢 原来王心灵早在六年前就到丽江拍过一档户外综艺 他和大厨的相识应该就是在这档综艺录制期间 那么问题来了 王心灵当年是街拍了一档什么兴致的综艺呢 说起这个啊 长期关注他的网友或许并不陌生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无疑是个冷知识 这是一档名为女神的选择的恋爱综艺 而这档节目应该算是国内最早的将明星和素人 搭配在一起谈情说爱的恋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当时的明星嘉宾王心灵 张博之和柳妍 可以说是国内这类综艺的鼻祖 当然在这档恋宗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很深 多年后唯一记住的不是节目本身 而是王心灵和助阵嘉宾明道之间 过于亲密的一些画面 往事如烟 没有想到六年后 王心灵又回到云南这片土地上 拍起了户外旅行综艺 只不过这次不是和男人谈恋爱 而是和好姐妹们进行爱的联谊 但愿他下次再到云南来的时候 是跟自己的心上人共度爱的蜜月 9月4号晚 王心灵在社交平台 晒出一组庆生照片 9月6号正好是他40岁的生日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王心灵的气色大好 还有在《乘风破浪3》中结识的好姐妹吴景岩为她庆祝 通过《浪姐》这档节目 王心灵开启了事业的第二春 也收获了珍贵的友情 在王心灵发出的庆生微博中 她配文写道 开始庆生了 趁着录制空档和团队聚餐 已经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文字来赞叹苏大厨的完美手艺和菜单 好开心放松的夜晚 吃饱饱准备下一趟旅程去 在晒出的照片中 王心灵身穿亮黄色的针织衫 搭配珍珠项链 还有茶棕色的头发 整体的穿搭很好地调和了甜美和淑女的气质 而她的拍摄角度还是经典的 微侧颜微笑自拍 看起来与刚出道之时并无二致 不愧是动灵欲神 陪伴王心灵庆生的除了工作人员之外 还有店菜苏大厨和好姐妹吴景岩 近日 王心灵在云南大理录制《乘风破浪三》的衍生综艺 星星的约定 之前王心灵已经发文夸赞过苏大厨 此次庆生又再次品尝苏大厨的厨艺 可见她本人也是吃喝一枚了 吴景岩也头戴余夫帽低调的现身王心灵的庆生宴 两人虽然年龄相差八岁 但是在《乘风破浪三》节目中很快便熟络起来 成为了好姐妹 无论是录制节目还是下班路透 总能看到两人亲密的晚在一起 在《乘风破浪三》的总决赛之夜 王心灵获得了2022乘风奖年度总冠军称号 王心灵小组中除了吴景岩之外 其成员都顺利成团 吴景岩则遗憾地卡在第11名落选 当王心灵站在领奖台上发表感言时 台特意安慰了台下的吴景岩 说最后的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认识了这些姐妹 最近王心灵和吴景岩还一起参加录制《乘风破浪三》 衍生综艺 星星的约定 从路透图中可以看出几位姐姐们穿着休闲 骑着单车 仿佛是在享受赛后的度假时光 据了解星星的约定还将请来汪东成 张栋梁等此前与王心灵合作的明星 作为飞行嘉宾 王心灵在《乘风破浪三》中出舞台 爱你的表演 让她甜心教主的名号再度回归 王心灵男孩 王心灵女孩们 助推着昔日偶像在节目中一路领先 最终拿下总冠军胜利成团 王心灵过往的众多代表作品 也让她的江湖地位 能够在短时间内得以巩固 《爱你》 第一次爱的人 当你 睫毛弯弯 我会好好的等歌曲 还有《天国的嫁衣》 《微笑pasta》 《爱上茶美乐》等偶像剧 是多少80后90后的青春记忆 《乘风破浪三》给了王心灵 一个重新被大众看见的机会 王心灵因参加大型音乐竞技成长秀 《乘风破浪的姐姐三》 再次大红大紫 她穿着短裙学生制服装 一上节目就是一首《爱你》 边唱边跳 掀起了一股回忆沙的浪潮 最终她一举夺得冠军 让她再次翻红 虽然节目已经结束 但她仍然很受欢迎 近日王心灵受邀参加综艺节目 《星醒的约定》 在节目的第一集中 她给她已故的爱犬写了一封信 虽然她说不要哭 但她太想念了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王心灵在书中亲笔写了一封信 献给她已故的爱犬 还没开始看信的内容 王心灵就忍不住的拿起纸巾擦眼泪 整理完情绪后 她开始阅读 她想起了爱犬说道 你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 过得怎么样 这个夏天 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充实的夏天 她坦言 还是很想念天上旅行的爱犬 想带她去看看云南的美景 也想带爱犬结识新朋友 包括钟心童 吴景岩 蔡卓妍 黄霄泪 因为在之前的节目中 他们在一起四个月 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虽然爱犬不在了 但王心灵还是向朋友介绍了自己养了13年的宠物狗 说 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我的朋友他们看到你 他们会被你傻傻可爱的外表所震撼 她哽咽表示 在与爱犬重逢之前 她会带着与爱犬13年的回忆 继续前行 虽然很遗憾爱犬不能够见到她的朋友 但很感谢朋友们的陪伴 让她可以享受2022年的夏天 美妙而不孤单 而爱犬对于王心灵来说 不仅仅是宠物 而是陪伴她13年的好朋友 虽然只是一只宠物狗狗 但是陪伴了自己13年啊 患了任何人都会舍不得 伤心落泪 不是亲人 胜死亲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关注哦 好